这枪声挺大 有几个能打中把的呀 这儿还有连棍都没有的啊 来 谢谢相哥 来来 谢谢相哥 许香 经上级研究决定 把缴获的枪支 发给你的冥冥小队 太好了 许香同志 我们团长答应你的事 没失言吧 没失言 他怎么没来啊 我们探长 一看你就脸红 你说这么多人 他害羞啊 同志们 你们的队长 沈许香同志 在这次任务中立了大功 组织上决定给你们发一百条奖 好 好 那是不可能的 三十条还是可以满足的 好 你写的还挺像的 对 希望你们认真训练 配合好组织成的队伍 保护这里的老百姓 让他们在这里能够安居乐业 大家有没有切心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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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王盖使 寻相 这么晚了还没休息啊 找我有事啊 寻相 你刚才吹得太好了 我听到都快入迷了 而且 这一会儿路斯做的呀 别致 是谁教你的呀 小时候我爷爷教我的 对了 寻相 这次绞强行动 虽然整体上获得了成功 但是呢 损失也不小啊 所以 我想有几个问题来问问你 您问吧 要不 您坐下来说 也好也好 寻相 我问你 你怎么知道这次固堡梁家 就有这么多支枪呢 而且据我所知 这个钱有得 跟这个人 可没什么关系啊 你知道 我是重要的保卫干部 这么重要的情报 你都不及时笑我汇报 这可不太好啊 我说是 黄干事 因为吧 我对部队里的规矩也不太清楚 真不知道什么该汇报 什么不该汇报 还有 那个叫巧云的丫鬟 是怎么回事 是不是他把你安排到固堡梁家做内应 才明确地知道了固堡梁家枪支的情况 还有就是上次你救唐司令之前的那个参谋的时候 看过了那份名单 你才把目标确定在了固堡梁家里 您的意思是 怀疑我向你隐瞒了枪支的情况 我倒也想问问你呢 为什么杨团长 也派人见识那个人的家里 而且 我也觉得你们是不是也知道名单上的具体人物 那你们干吗不直接把枪自己抢出来啊 新香 你别误会 我呀 是怕你无意中出错 这次搅枪行动在你的努力之下 已经把损失降到了最低 为此我还要在师部 给你请功 在我们共同的努力之下 你的冥兵队 已经全部更换了枪支 可以说是 鸟枪换炮了 你知不知道 为了让你当这个冥兵队长 我可是 费尽了心思 所以我对你 可以说是 绝对的信任 是 你来找我不会就为了这些事吧 有话直说吧 新香 既然话说到了这个程度 那我就 竹筒刀刀子 跟你彻底交个底吧 我这次到这儿来 是带一个非常重要的任务 就是为了 一大批的宝藏 要不他完整地交给人民政府 这次行动呢 可以说是 非常地秘密 我就告诉你一个人 你可千万要替我保密啊 这么大的秘密 你都敢告诉我 你就不怕我大嘴巴说出去啊 我想你不会 因为这个秘密 跟你有 直接的关系 而且 你要是说出去的话 你就会更加的危险 我问你 我问你 上次土匪头子杨逸 给你点天灯的时候 他到底逼问你什么了 我只要你告诉我百花图的秘密 只要你告诉我百花图的秘密 我最后问你 说不说 我知道 你身上一定藏着一个巨大的秘密 这个秘密 直接跟这批宝藏有关系 你 真的想知道这个秘密吗 不是我 是为了我们的人民政府 这个财富是属于人民的 如果真像你所说的那样 那我就让你看 好 不过你一定要睁大眼睛 看清楚 这个秘密 你是带不走的 好 太高了 太高了 快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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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说 小 这是我爷爷留给我的 不过到现在我也不知道 这个百花图的秘密 到底在哪 山上也有一幅 跟我身上一模一样的百花图 如果你光看 就能知道里面的蹊跷 当初杨毅劫持我的时候 就已经知道百花图的秘密 好 那是那是 不过说实话寻想 你一直是我重点关心和照顾的人 我希望你不要辜负我对你的期望 我们一起共同努力 来破解这个百花图的秘密 以便以后我们过上好日子 你刚才不还说 是为了人民的利益吗 怎么突然变成我们了 国家的利益高于一切了 国家好了 我们当然就好了 不过 有时候 这个特殊情况嘛 还得特殊对待 明白我的意思吗 还有 今天我们俩的谈话 可不能对任何人家 一定要保密 那你早点休息 我走了 好 我 HAS lov达 就 还得多 我 Kit 你 你既然敢盯我的手 我看你守护得不太烦了 我这不是一直在保护你吗 方岸师 去找薰祥 控收而归了吧 这个臭丫头 其实啊 我最担心的 是 你和薰祥说的话 他都冤逢不动地 告诉杨东 嗯 看到了吗 啊 这就是咱们团长做的 对 你看团长啊 这把沙盘做的 有山有水 这勾勾勾勾的做得多清楚啊 佩服 真是佩服 方神达 你啥时候学会拍马屁了 不是 这不拍不吃香了 他就好这口 不是 那个 我给他倒水去淘着啊 我说你俩这脑子一天到晚都琢磨什么呢 芒羞山的土匪呀 现在是越来越猖狂了 前一段时间抢了一百多条枪 这力量更大了 团长 就凭咱们现在的战斗力 想吃掉这山上的这点土匪 那是小菜一碟呀 你担心什么呀 话不是这么说呀 翻身 你知道我为什么要做这个沙盘吗 打蟒羞山的土匪 地形起了决定的因素 你看 这山市他一手难攻啊 报告 民兵二队小队长邀见团长 马上来啊 是 你好好看看 是 一手难攻 谁来喽 团长呢 不是 这不是给你的 我问你 我什么时候耗这口了 这么晚了 什么事啊 我来是有事向你汇报 你说 当初我听爷爷说过 有一幅百花图 被杨金宝抢上山了 这幅百花图 跟一个埋藏的宝藏有关 你要记住 对于寻找宝藏的事情 对谁都不能说 最亲近的人也不幸福 传说吧 传说而已 不是传说 当初你爹一直守护的那个熊皮骨 你是知道的 对吧 他就没跟你说过别的什么 当时记得 爹跟我说过 这个熊皮骨啊 有两个骨垂 有一个呢 在我们家里 还有一个骨垂 说谁拿到了 谁就是宝藏的主人 寻想啊 如果说真的有宝藏的话 那也是国家的吧 你知道吗 那个藏宝图跟我们沈家有关 不知道 许香 如果说真的有宝藏这回事 就交给国家吧 我是想说 我只想和你分享这些宝藏 那 那你知道 这宝藏到底怎么回事吗 王昆山也来问过我 许香 你在这儿啊 王干事 本来啊 我还想找你有点事 这么巧 你来了 怎么找团长有事啊 没什么 没什么大事 我就是想问一下 那个弹药什么时候能给我们补齐 好 您找我有事啊 算了 这么晚了 回头再说吧 那 我先回去了 那我先走了 好 团长 我看着寻香最近有些心神不定的 我还是劝你 别跟他走再见 不然肯定会 影响到你的政治生命 说什么呢 我都听不懂了 团长 刘政委来电话说 让你去趟师部 没说什么事啊 级别不够 不敢问你 我说 你小子说话怎么阴阳怪气的 臭毛病 去看 团长 让我跟蹲子陪你去呗 陪我干嘛去啊 保护你啊 谢谢你啊 不用了 团长 团长 食不得红油面好吃啊 哎呀翻身哪 你瞅瞅你那点出息吧 前马去 快点 哎 翻身哪 团长干嘛去了 又去师部啊 跟你有关系吗 哎 怎么会没有关系呢 带上我呀 带着你干什么呀 是你保护团长 还是团长保护你 我我保护团长 呸 你 牵马去 我告诉你啊 你就会在我这儿发心 你快去 你 你见到团长你就 你 你走走 你歇菜了你就 可以了 哎 证伟在里面 在里面 证伟 有人打过电话来 说你跟匪首杨毅 是亲兄弟 对这次剿匪相当不利 建议把你调离 不是证伟 我我跟杨毅是亲兄弟 怎么了 我知道是谁打的电话 这个人就是喜欢打小报告 我是您带出来的 您对我不了解吗 我这 我话还没说完呢 怎么一点尘头都没有啊 你和杨毅毕竟是亲兄弟 这是事实 按规定 你就是应该回避 这次剿匪行动嘛 不是 证伟 您要让我回避剿匪的话 等于就是让我回避革命嘛 话没说完呢 你碰什么 坐下 我这次找你来啊 就是要跟你商量一下 看看能不能把杨毅争取过来呢 郑伟 您这是命令吗 不是命令 是商量 坐下 我在想 如果我们一点争取 他们下山的工作也没做 就断定他们死不可救药 非要消灭他们 我们部队的伤亡不说 对他们也未必是公平的 郑伟 我谢谢您 谢我什么 我替杨毅谢谢您 坐下 尽量争取吧 工作做成了 我们多了一份团结的力量 做不成我也坚信 你不会上山跟他去当土匪 回去吧 是 郑伟 我还有一个请求 说 我想要一碗红油面 早就给你做好了 在厨房等着你呢 谢郑伟 您叫我负天下人 不叫天下人负我 我 虽然寻相和杨忠有些隔阂 但是他们毕竟是从小一块长大 青梅竹马的 所以只要杨忠还在 寻相 是不会轻易把百花图的秘密 告诉他 事情还得慢慢的来吗 虽然我帮了寻相一个大忙 可寻相一定看不惯杨忠 那坚持原则一本正经的样子 还不能轻举妄动 什么 动手要趁早 趁现在寻相和杨忠 还没有完全的信任 先把杨忠除掉 这样 寻相就会跟你合作了 杨忠除掉 寻相試 充值 勇府 这个地方 小子枪法不错呀 小子 谁派你来的 我告诉你 你就是个傻子 谁派你来的 就是谁想让你来送死 我知道你小子枪法不错 我告诉你 我杨忠的枪也不是吃素的 小子 我知道你在哪儿 我瞅见了 我知道你瞄着我呢 我出不去 你小子也跑不了 我告诉你 我的人天黑之前就到 咱俩就这么耗着 看谁死 我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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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来 团长 打死了吧 死了 你这枪法也太准了 我本来想留个活口的 我看当时太危险了 我不给他一枪 你就没命了 你来得太及时了 走 团长 团长 我带兵去了 结果你和王干事早走了 我去晚了 王干事的反应比你快多了 这么一个烂枪手 就想要我杨忠的命 门都没有 团长 肯定是土匪干的 凡尘哪 没那么简单 赶紧吃吧 都凉了 凡尘 我想听说 团长让初围给打劫了呢 什么打劫了 是玉符了 团长 差点连命都丢了 差点连命都丢了 还能把这面给带回来 墩子 咱俩一人一半 我能多吃点吗 正是长身体的时候 行 你 你对我太好了 走 来 我干什么 你找到那个人失手了 幸好我及时地干掉了他 要不然 你就得跟着陪葬 他 他可是我们人类最厉害的人了 一切嘛 就是杨姐包都把他散门呢 杨忠也绝对不是个好对付的主 以后我们再也不能用这种方法对付他了 那么 你说咱们这样下去是不是太被动了 咱 咱不能忍输吧 忍输 怎么可能 想毁掉一个人 只在肉体上毁 很容易 但是 能从他的名誉上把他毁掉 才是解决问题最好的办法 同志们呢 今天召集大家来 是要给大家宣布一个决定 我准备亲自上莽萧山一趟 在我不在的期间 赵帆深同志代理指挥 王坤山同志协助指挥 大家有什么意见吗 都说说吧 团长 你只要单枪匹马 贸然上山 会有生命危险的 我只反对已经 你们大家的心情我都很理解 但是现在我没有时间跟你们解释了 就这么定了 大家都散了吧 好 你们得注意啊 班辰 来一下 突然做这样的决定 这里边有什么文章 好 这会儿有块苹果给 团长找我什么事啊 当然有事的 这是我的衣服啊 我告诉你啊 你把这个衣服的里边 这两个部位 缝上两块白布 明天上山以后我要用 记住了 不是 缝白布干什么啊 你甭管了 明天上山如果说我被扣住了 你就带着咱们的人 攻上去 但是你给我记住了是阳宫 不光火力有多猛 攻势多猛 一定不可以进入马修山的腹地 团长 我明白了 你缝白布 为的是把那些 探出的火力点画上去 是不是 行 你小子跟我这么多年 进步了 去吧 好 我马上去办 好 哎哟 好 王干事啊 没尾巴 你放心吧 我已经替你看过了 哎哟 这哈甲一臭熟啊 变着油没有油 佩服 佩服 行了行了 别拍马屁了 杨忠刚开了会 当中宣布决定 要亲自上山去 上山干什么 我估计十有八九 是去劝降杨毅 就哪个傻人不眨眼的王八蛋 我告诉你 绝对绝对 不是很能的 关键的问题不在这儿 杨毅早就知道 寻香跟杨忠的关系 那可是打断了骨头连着筋呢 所以 这次 杨忠上山 就等于给了杨毅一个机会 什么机会 你知道吗 杨毅一直想通过寻香 寻找到百花图的秘密 这次杨忠上山 无疑杨毅会利用这个机会 逼迫寻香一起上山 所以 这个百花图 一旦落到杨毅的手里 那我们可就太被动了 这隔世还不好办吗 你就极力地传说一样装 不让他杀啥不就完了吗 这还用你提醒吗 目前 我能想出的办法 就只有一个 大家再坚持一下 还有最后一礼地 不要让别人看不起 快 天香 王盖使 杨忠要上山 去劝香杨毅 这 这简直就是胡闹啊 上山容易下山难了 可不是 反正我是死活劝不住 他这样轻举妄动 独自前去 那等于是杨毅糊口嘛 这会儿只能靠你了 他这个人要是认准了的事啊 就是九头牛也拉不回来 我可不管 我可不得了 讯相 讯相 行了行了别送了啊 别送了啊 这山上土匪要看见了 该说咱没诚意了 我走了 好 蹲蹲蹲蹲蹲蹲 怎么了 团长 我觉得你这么做太冒险了 你说你 你说你 你个大小伙子 哭鼻子你还 没收息 放心吧 我不会有事的 团长小心点 咱都是兄弟 团长走你就哭 我 我走你为什么不哭啊 你什么时候走过呀 我去过师部啊 去师部也就走吗 那又不是要命的事啊 你带两名战士去八卦连守着 有什么情况尽快想汇报 小心点啊 大姐啊 咧个大嘴挺开心啊 去哪儿啊 我 我看见你挺高兴的 我高兴不起来 上哪儿去 上山啊 这不是 通往莽秋山的路吗 你越来越能耐了啊 都没跟我说你就敢上山啊 不是 我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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当团长呢 什么事都得跟你汇报吗 你装什么呀 就咱们两个人 我跟你说啊 这莽秋山的土匪啊 从来没有跟咱们部队正面冲突过 再说了 小义好歹是我亲弟弟 不过有事了 你怎么这么倔啊 非要往前口上撞啊 这 心疼了是吧 这 我 我死不了 再这儿说了 我 我就是牺牲了 你给我收尸不就完了吗 谁给你收尸啊 你死了也白死 你知不知道 杨姨她要的不是你 她 我都跟你说不清楚 她要的是我 我 你这么一去 咱们不是越来越被动了吗 她想要的是百花图的秘密 说得真好 沈群湘同志啊 我完全同意你的意见 完全支持你的看法 所以说 别跟着我了 你看是我要是牺牲了 你还能给我报仇不是吗 这 是 那那 乃勋响也劝不住杨仲 是啊 我们不能眼看着陷入被动 该怎么办 你说了算 找机会把这封信交给杨姨 好 我走了啊 我走了啊 山上的人给我听着 我是杨忠 我一个人来的 我要见杨毅 听见的给我报个信 哎呦 还真行呢 杨毅 来 快说 怎么样 打听清楚了吗 谁在开枪 刚才山下的弟兄们报信 说你哥杨忠 在八卦陵里开了两枪 朱儿 看出来了吧 我哥那事拿我没办法了 所以只好跑到山上来当说客了 杨毅 你可要想清楚了 你哥杨忠 从来就没有把你当成自己的兄弟 上次还差点开枪把你给打死 他这么无情 你也别醒了 他这次自己送上门来 就让他有去无回 使不得 万万使不得 朱儿 这两国交战 一起用事 是用兵的大技 再说了 我完全可以利用 我和我哥哥之间的情感 作为有力的武器 对了 刚才杨忠在林子里的时候 他后面还偷偷跟了个人监视他 谁 吴耀祖 他知道我们有寻山的兄弟 还扔了这个给我们 是 酒匪英雄杨忠到 小姨 大白天哪 别跟那谷惑不去 有什么烦心事跟我说吧 哥 哥 真是难为你了 还记得咱们家这面谷 那你有没有忘了 咱们哥儿俩 可是守谷人的好歹 他 爹爹在世的时候 曾经告诉过咱们 说必须要等到另外一个拿骨锤的人出现 这个誓言才可以解除啊 小姨啊 爹说的话我都记得 那些只是传说吧 再说了 即便是能找到宝藏 也不是咱哥儿俩的 那是国家的是老百姓的 我才不管什么传说不传说的 人格有志 你说再多也没用 不过哥啊 我就想知道 你这次上山的真正目的 是不是就想让我跟你下山 是 小姨 我是不想看着我的亲弟弟死乎葬身之地 你书读得多 应该知道 上山容易 下山难这个道理吧 你是在威胁我 我哪敢哪 我哪敢威胁 解放军的剿匪团长啊 我只是想说 我的亲哥哥上躺山不容易 多陪陪他弟弟 多好啊 我告诉你 如果说我三天不下山 我们的部队 就会全面进攻你这个小山头 就这么几个人 这几套破枪 你觉得你能守多久 你也别忘了 我还有八卦林和吊桥呢 对了 还有我的亲哥在这陪着我 我怕什么 我知道你不怕 我怕 我是怕有一天 你我兄弟要生死向我 我怕真的有一天 我怕真的有一天 小义你连后悔的机会都没有 嗯 后悔 真的到了那一天 还说不上是谁后悔呢 哥 我就大了梦了 这寻想可是和你青梅竹马 你这次上山 他就不管你啊 多危险啊 再说了 我上次想点他天灯的时候 你可是救了他 对了 你为了救他 还给了我一枪吗 你我跟寻香 咱们打小是一块长大的 我劝你别打寻香的主意 你懂他 那 咱们这兄弟就没法做了 我去师部的时候 路上被人设服了 是你的人吗 不是 真的不是 不过 如果既然 发生了这种事情 那我该 反过头来劝劝你了 呆在山上吧 这儿有多安全吗 其实 你我兄弟心里都清楚 这蒙秀山大哥的位置 本来就应该是你的 做弟弟的 只是帮你看着他 如果 你想通了 做兄弟的 愿意辅佐你 咱们哥儿俩共享荣华富贵 小姨啊 当家不当家的我没兴趣 我就想着 咱俩小的时候 多好 多好 一块打打脸 我就是想着 咱们哥儿俩能过上正常人的日子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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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